几个小孩在树洞里发现了一枚奇怪的蛋 它沉在水底不断地发出诡异的红光 小说二话不说 一个猛子扎进水底就要去取拿怪蛋 随着怪蛋仿佛长在了水底 她费了九流一毛之力才将它成功拔除 然而更奇怪的是 当它浮出水面 怪蛋立马就暗淡了下来 似乎又变成了普通的石头 几人围着怪蛋不知道该如何处置 这时小美发现自己的发卡掉在了洞里 于是又回到洞里悬找 随着她刚一离开 怪蛋就突然发出一阵骚动 差点就被大众失手掉落 可小帅三人又十分好奇 怪蛋到底有什么宝贝 于是小帅举起怪蛋 哭指一下就摔到了地上 然而一阵气浪过后 地上只剩下了无数碎片 但你今天什么也没有 可当他们抬头看向天空 却发现飞机如同定格了一样一动不动 小帅立马爬进洞中找到小美 发现对方果然也停在了原地 无论她怎么叫唤都没有反应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三人回到小镇 当他们看到空中悬浮的小狗时 他们这才明白 原来除了他们三人 所有的人和事物都静止在了原地 起初他们相当兴奋 因为终于可以为所欲为了 他们随便吃着免费的披萨 喝着凝固的可乐 凝食玩具更是沉沉的带走 甚至为了吃喝方便 他们直接住进了超市 每天过得不亦乐乎 但他们也很快意识到 没有了日夜的交替 没有了家人的陪伴 他们同样也成为了最孤独的孩子 于是小帅开始每过一天 就在本子上画下一笔 他还把发生的事情 用火新闻记的笔记上 他们原本以为 只要长大成人 世界就可以恢复正常 可是没过多久 意外就发生了 感谢观看